大家好 我是邱在西雅图 好几天不见了 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做一个芹菜馅的饺子 现在开始吧 节目开始之前还是那句老话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订阅点赞分享 然后打开右下角的小铃铛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们先来和面 准备500克的面粉和300克的水 水慢慢倒入面粉中 顺势搅拌 面成絮状 加完300克的水后 把面粉揉成一团 上面有一些咯咯答答的地方无妨 因为饺子面 我们是要饧30分钟的 30分钟后这些咯咯答答的面 就会变得光滑有劲儿了 面揉好后 然后用湿纸巾或者湿布盖住面团 省得它干燥 让它醒30分钟 这期间我们就可以去准备饺子馅了 现在我们来准备饺子馅 500克猪肉馅 我的馅是从冷冻室里拿出来不久的 然后准备30克姜 350克芹菜 把姜切成姜末 放进馅里 现在加调料 先加5克鸡精 40克酱油 10克老抽 15克香油 5克五香粉 然后我们把它搅拌均匀 现在我们来切芹菜 把芹菜切成细条状 再切成细小的块状 慢慢剁碎 因为芹菜很脆 一次不易过多 慢慢的来 切成像视频中显示的大小即可 也不易太碎 太碎吃起来没有嚼头 把多碎的芹菜 放在一个大碗中 在上边撒一些盐 杀一杀它的水分 然后我们把沙锅水的芹菜 用手轻轻的钻成球状 挤出水分 记住不要挤得太干 最后挤出这么多的水 这时候我们把肉馅和芹菜 搅拌均匀后 就可以开始包饺子了 现在我们的面已经醒了30分钟了 从面盆里拿出时 你可以看到它很有劲 然后在面盆里再轻轻揉一下 到面很光滑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 揪饺子劲 干饺子皮了 在案板上撒一些干面粉 把揉好的面团切成四份 现在我们开始揪劲 把切成条状的面揉成一寸粗细的细条 然后左手拿着揉好的细条 右手用拇指和食指握成一个圆圈 把面条放入圆圈中 用力揪断它 揪成小劲后 撒上干面粉 慢慢揉成小球状 用手掌 按压成圆琴小饼 这就是我们的饺子劲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擀皮了 擀皮前 首先记住先撒一些干面粉 拿一个饺子劲 用擀面杖边擀边转动小面团 做到边薄中间稍厚 这样包的饺子就可以包皮大馅 又不容易挤破了 拿一个擀好的饺子皮 放在手中 手掌半握成一个半球状 把馅放入 用力轻轻压一下 你可以感到饺子有了个小肚子就对了 然后从右边开始捏 一直捏到左边 注意要捏紧哦 不要把馅给捏在饺子皮上 那样你煮的时候就容易破 我再展示一遍揪劲和擀皮的过程 仔细看好 感谢观看 好 饺子包到最后 我们都会把最后的皮和馅做几个盒子 寓意家庭和和美美 就是把馅放到皮上 这个皮可以平放在手掌上 再把一个皮放在馅上 然后把两个皮的边都给它合住 注意不要有任何开口 然后用大拇指顺边往上卷 一直卷成一圈就好了 我们的饺子就包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煮饺子 准备半锅水 然后再准备一碗凉水 好点锅 等锅开了以后 慢慢的把饺子放入锅中 用勺子轻轻的顺着锅叶来搅拌 不要太大力 防止把饺子给搅拌破了 然后等着锅开 每开一次就用勺子 点一勺凉水 一共点三次 饺子就好了 现在我们去尝一尝吧 好了饺子好了 我们现在就尝一尝 看这个饺子好吃不好吃 味道好极了 一咬有水 看还有汤 嗯 鲜蛋适中 非常美味 今天我做的这个芹菜馅饺子 就算大功告成了 我是全程一人动手 所以就显得稍慢一点 如果一家人齐齐动手 会省下很多时间 而且一家团聚 齐齐动手 乐趣无限 您试试吧 喜欢就订阅吧 谢谢 下次见